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这个多项是A 它有一个因次X-2 X-2是A这个多项是它的因次 那么它们说则下列哪一个也是A的因次 那我就把这个除以这个 把它除一除 这是2X-3加3X平方 减8X加上K 那因为它是它因次 所以要整除2X平方 所以是2X-3-4X平方 那一减的话多大呢 是7X平方减8X 然后再来的话是加7 7X 这样的话这个就是7X平方减14X 这样一减的话是6 这是6X加上K 就14-8 6没错 再来的话 加上6 6X-12 它会整除 所以这是K加12 这个会等于0 那这样我就想了 A是等于多少 A是等于X-2 乘以2X平方 加7X 加6 那这个还可以因次分解 好像 我看一下 嗯 这个是 这个能不能再因次分解 2X-3 2X-1 2X-3 还是6X-1 这个没有办法 再因次分解 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因次 就是这个 2X平方加7X加6 好 嗯 还可以再因次分解 那个 2X-1 啊 这多少呢 3X-2 还可以再因次分解 这是吧 这个是4X-3 是7 这是加 我加 因为底下都是一次的 没有二次的 没有二次的 所以我们一看的话 一定还可以因次分解 所以这个 X-2 2X-2 2X-2 加3 X-2 好 那所以 它还有另外一个因次 就是2X加3 跟X加2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选项 选项 选项 它一选项 它是2X加3 所以里面有 所以这是对的 在V的话 2X-3 里面没有 在C X加3 也没有 好 这是一个加2 D 它是X-3 也没有 所以只有A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是A 谢谢 谢谢 谢谢